近日,意大利奢侈品牌Volce & Gabbana度加班那一种傲慢无知的负面形象,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视野,不仅在一则关于起快吃饭的广告片中涉嫌骑士,更有一名设计师在与网游的交流中公然入华,事件服役曝光,就引发广大网友的口注笔伐。 不少中国艺人也相继退出原定于近期举办的大型时装秀,更令广大民众气氛的是,从歧视广告到公然辱华,从宣称账号被盗到轻描淡写高呼不幸,度加班那后续的一系列敷衍操作,使其成为众神之地。 就在今天,度加班那创始人发道歉视频,正式向所有全球华人至上最深的建议,绝对不会忘记这次的经历及教训,竭尽全力更加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。 并用中文对不起,作为盗窃视频的结尾,偏见是无知的差物,如果说缺少对一国文化的理解上属格局不高和能力不足,那么可以歧视和公然侮辱一国文化和一国人名则之间,彰显狭隘的心胸和分裂的人脸。 回顾度加班那入华事件的沉默就会发现,一边是The Gloves Game的时装作秀,一边是无知肮脏的破口大骂,堪称将180度转弯的精分态度急于一身。 这正因了网友的评价你不爱中国,你爱钱,企业市场逐利无可非议。 但倘若赚了中国的钱,还想侮辱中国的人,中国的文化,未免误解了中国市场,促看了中国文化,低估了中国人民。 根据一份奢侈品市场的最新报告,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年消费额超过5000亿元,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33%,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,可能上升到46%。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,中国人民喜欢物美价廉的商品,也追求美好生活的品质,这让中国市场成了不少国外企业眼中的香波波。 只不过,跨国贸易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买卖,而是包含了经济、政治、外交、文化等内涵在内的综合行为。 保持真诚相待的尊重,具备互惠共赢的态度,形成客观诚恳的认识,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。 共享中国市场的红利,正如外交部回应的那样,与其来问外交部发言人。 不如去问一问中国的普通民众,看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 实际上,从奔驰海报辱华事件,到瑞典电视台新闻辱华事件,再到杜加班纳辱华事件。 在这些风波中受伤的从来,都是最普通,最无辜的中国人民,无论是因为吴哲还是源于傲慢,不管是由于书屋还是主观抹黑。 这些令人愤慨的行径,都低估了年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,都引起了十三亿多的中国人民的反感,都触及了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,一点都不能上得底线。 在中国这一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无谓,与这些曹乱刺耳的杂眼,变得有底气有能力,有信心有决心保持自己的逐流叙事。 让真正的中国声音扫彻世界,其人折一自欺,对杜加班纳这样的企业,我们只想说,中国人民真诚欢迎那些懂得尊重的企业来华发展,明确拒绝那些口是心悲,恶意重创,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恶劣行为,因为只有中国,才是我们最有知不觉,也是最珍视的奢侈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